好 今天的天氣相信大家的感受都相當一致 不管是東西南北各地出門一定都是覺得怎麼有點熱 而在這一個新的一週的開始 以及準備要收尾的四月 天氣會不會有新的變化呢 繼續要把時間交給如影 是的 大家好 天氣不瘋 那麽麽安哥羅米阿斯 伊豆漢哥巴拉德的原始氣象 不管晴天 雨天 原始氣象在你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大家晚安 吉如一加古 一週全新的開始 繼續準時的來關心天氣上的變化了 因為今天大家都有明顯感受到 天氣形態真的是大不相同 我們上週又提到 從週休假期開始到今天的這段時間 就是雨是由大轉小再轉緩的過程 也就是在蜂蜜遠離之後 今天環境吹著比較暖熱的西南風 今天台北溫度其實就來到了35.8度的高溫 甚至在台東還吹起了火燒風 也就是焚風 在大午這邊高溫更是衝到了36.7度的高溫 所以到戶外其實沒多久就會滿頭大汗 當然陽光燦爛 今天紫外線指數不免也會跟著拉高 觀測下來今天各地紫外線的最大值 幾乎都落在8以上的過量級 隨機走在陽光底下 我們不用30分鐘就會對皮膚還有眼睛造成傷害了 而距在未來宇宙的天氣 我們繼續透過微星陰圖一塊來看看了 而這個星期三其實就要迎接5月了 氣候上也將進入梅雨季 不過我們從頭卡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封面系統其實今天就已經遠離了 所以今天降雨趨緩台灣周圍的水期其實也滿少的 儘管在白天包含我們台北新北市的芙蓉 南投仁愛心意有一些毛毛雨 但是這個影響真的滿有限的 而我們可以看到 在華南華裝一帶一坨一坨的對雲包 其實還夾在在封面雨季當中 不過暫時對台灣還不會有影響 而我們前面也提到 禮拜三就會進入5月沒雨季了 因此這一週的天氣趨勢 我們繼續從下張圖卡上一起來了解了 在進入圖卡之前我們可以看到 表題上就大大寫著 這個封面的首波封面系統 在禮拜三禮拜四就要報導了 而明天就是封面逐漸靠近的過程 天氣上其實還算是滿穩定的 只是雨量會開始慢慢增加 而且下半天開始 這午後陣雨的現象就會明顯的起來 包含我們的雙北地區 還有中台灣的南投 都有機會下起午後雷雨 而這個降雨範圍甚至會擴散到西半部地區 所以明天高通地區也要留意這個午後雷雨的狀況了 而來到禮拜三也就是5月1號 也正好在這一天不斷在台灣附近擺盪的支流封面 又開始回頭影響我們了 而事實上大概從明天晚上的深夜開始到禮拜三 這樣也會開始變得更加明顯 不過很快的禮拜四整體雨室還有雨量又會逐漸的趨緩 而開始一直到禮拜五到禮拜六 禮拜日這段時間封面會再度遠離 而這環境會轉垂比較偏東風 天氣也會開始逐漸的恢復穩定 直播我們可以看到 在東半部地區還有山區 午後還是會下雨的 而在明天的溫度上我們就要提醒大家注意了 因為明天白天溫度還是蠻熱的 高溫可以看到都有30度以上 特別是中南部地區以及南迴地區 局部甚至會到34度以上 而至於部落裡頭更詳細的天資訊 一起來看為您整理的山海氣象 首先屏東的世子牡丹滿洲有好天氣陪伴 氣溫落在21到34度之間 泰武來一春日同樣是高溫炎熱的天氣 最高溫上看34度 三地門烏台馬加低溫降到了17度 高溫34度留意日夜間的溫差 高雄的原鄉地區留意午後雷雨 低溫12到19度高溫33度 嘉里山有5成的降雨機會 氣溫落在12到31度之間 南投仍礙於池水裡及信義 同樣有午後雷雨的天氣 降雨機會最高8成 台中和平氣溫落在14到29度 有5成的降雨機會 苗栗南莊試探泰安 低溫18到21度高溫有29度 新竹關西殲15峰 低溫13到21度高溫28度 有5成的降雨機會 新北烏來桃園復興 氣溫落在17到28度 有7成的降雨機會 宜蘭的大頭南澳 低溫17度高溫30度 有2到6成的降雨機會 花蓮新城花蓮市吉安 大指示好天氣陪伴 氣溫落在24到31度之間 宇蘭及萬榮 低溫17高溫來到32度 收封封冰 低溫22高溫30度 有2成左右的降雨機會 風鈴光復及瑞碎 低溫23度高溫32度 灼溪玉里及副里 低溫降落了10度高溫32度 台東海岸線地區 低溫23度高溫33度 池上觀山海端及岩屏 同樣有好天氣陪伴 低溫17高溫32度 日雨台東市及北南 低溫21高溫33度 泰瑪里大五金峰及達人 氣溫落在18到35度之間 流逸高溫 南野地區 氣溫落在25到30度之間 最後來到外島的蓮江 金門及澎湖 氣溫落在21到30度 有6成的降雨機會 雙周北台灣雨下不停 不過我一直高興的 就是這水庫真的是進漲不少 到了今天 好不容易會別濕打大的天氣 可是雨不下了 但是卻變得像夏天一樣 熱到不行 但是等不了我們抱怨 因為到了禮拜三開始 又變為夏日的天氣形態了 哇這一週天氣就像是川俊一樣 變臉時雨時晴非常百變 幾乎每兩天天氣狀況就會換一次 而唯一不變的就這高溫炎熱的感覺 會一直陪伴我們一段時間 而大家在穿衣選擇上 就能夠以輕便為主囉 那麼這就是未來一週的天氣資訊 而我們繼續把時間交還給老外